孙子兵法十三篇 第六篇 虚实篇 孙子说 凡是先占据战场等待敌人前来的就安逸主动 后到达战场仓促应战的就被动疲劳 所以善于用兵的人 总是能够调动敌人 而不被敌人所调动 能使敌人制动进入我预定地狱 是用小力引诱的结果 能使敌人无法到达其预定地狱 是制造困难阻挡的结果 敌人将是休息 就要设法死期疲劳 敌人粮草充足 就要设法死期饥饿 敌人扎营安稳 就要设法死期移动 这是因为进攻敌人 必然要救援之地的缘故 行军千里而不劳顿 是因为行进在没有敌人阻碍的地区 进攻必然获胜 是因为进攻敌人不重点设防的地区 防御必然稳固 是因为重点设防于敌人必来进攻的地区 善于进攻的人 能使敌人不知如何防守 善于防御的人 能使敌人不知怎样进攻 微妙到看不出任何行迹 神奇到听不见任何声音 所以能成为敌人命运的主宰 前进 使敌人无法阻挡 是因为袭击其空虚的地方 撤退 使敌人不能追击 是因为行动迅速 使其追赶不及 所以我军要交战 敌人虽然高垒深钩 也不得不出来与我交锋 是因为我们进攻了敌人必须救援的地方 我军不想交战 尽管只是划第二手 敌人也无法同我交锋 是因为我们迫使敌人改变了攻击方向 使敌人暴露实力 而我们隐藏行迹 我军就可以集中兵力 并使敌人分散兵力 我军兵力集中在一起 敌人兵力分散在实处 这样 我就能以十倍于敌的兵力去攻击敌人 造成我中敌寡的有力态势 能做到以中激寡 那么 每次与我们交战的敌人 兵力就很有限了 我们所要进攻的地方 敌人无法预测 他们所需要设防的地区 就十分广阔 敌人设防地区越广 我军进攻当面的敌人 敌人就越少 所以防备了前面 后面的兵力就薄弱 防备了后面 前面的兵力就薄弱 防备了左边 右边的兵力就薄弱 防备了右边 左边的兵力就薄弱 无处不设防 则处处兵力薄弱 兵力薄弱 是因为防备别人 兵力充足是因为 迫使敌人防备自己 所以能够预知交战地点 预知交战时间 即使在千里之外 也能赶来与敌人交战 不能预知交战地点 不能预知交战时间 自己军队左翼不能就右翼 右翼不能就左翼 前锋就不了后卫 后卫也就不了前锋 更何况远在树里之外的勇军呢 按照我的分析 越国的军队虽然众多 但对争夺战争胜负又有什么益处呢 所以说 胜利是可以造成的 敌军虽多 可以使他无法同我较量 要认真筹划 以了解敌人作战计划的优劣 挑动敌人以了解敌人的活动规律 阳动事行以了解敌人的关键所在 小规模交锋 以了解敌人的虚实强弱 阳动事行的最高境界 就是看不出行迹 隐藏很深的间谍也窥探不到实情 再聪明的敌人 也想不出对策 根据敌情变化灵活作战 即使把胜利摆在大家面前 大家也看不出其中的奥秘 人们只知道 我战胜敌人的方法 但不知道我是怎样运用一些方法出其制胜的 所以每次打胜仗 都不是重复以往的战法 而是根据不同的情况变化无穷 用兵如同流水一样 是避开高处而流向低处 兵力的运用 是避开敌人力量强大的地方 进攻敌人的薄弱之地 水阴地势的高低 限制其流向 用兵根据敌情的不同采取不同打法 用兵打仗没有固定不变的态势 也没有一成不变的战法 能够根据敌情变化 采取不同方法获胜 就叫作用兵如神 五行相生相克没有谁固定长胜 四季交替变化没有谁常驻不移 白昼有短长 月亮有缺缘 谢谢您的观看